第四集 第四集 大家好 我是猫猫光 必勝客連動的 原神 終於來了 原神連動的 必勝客大餐來了 來 開看看 這是第一次做開箱 要慢慢的 嗯 這貴章 明光 夜藍 巷鱗 預備 唉唷 兩個啊 那這個信是 這個要小心翼翼的 OK 小心翼翼的 OK 拿開 喔 喔 喔 這個三卡 喔 它是給兩組啊 這是一組可以收藏嗎 一個收藏項 一個 一個放在櫃子上欣賞 一個是收藏保存起來 是這樣嗎 仔細看不一樣喔 上面有這個 一組有這個必勝客的這個連動 一組是沒有的 喔原來是這樣 喔 喔 喔 另一組是寫在下面的啊 哇 那順帶一提這個 卡片的背面啊 就是啊 本次活動的 兌換碼啦 啊 好 那不瞞大就說啊 我剛剛在思考這些卡片 要收藏在哪裡的時候啊 我突然想到 就我們的夜藍不是我們的 水元素的大姐嗎 人權嘛 那如果我給它放在我這個 啊 顯卡上面啊 電腦主機這個顯卡上面 欸 會不會幫我的電腦降降溫度呢 好 我們接著來看看這個 啊 要 這本是什麼 哎呀 這個要用刀子去 稍微撕開一下 OK 剛剛用刀子啊 稍微的 輕輕的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這本到底是什麼呢 哦 哦 形式力啊 這一定是捨不得寫的啊 這個 這個一定是捨不得寫的 對我來說 保存 保存起來 收藏 正常出來 對吧我連這個也捨不得丟啊 怎麼可能捨得得丟 哦這個收藏起來 嗯 接下來是拆封的時候啊 哇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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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熱汁啊 你說趁熱汁啊 呀 好那我們來到這個遊戲畫面了 啊 對話碼呢 我剛剛已經輸入完了 然後拿到的是 嗯 這一些 哦 哦 面白 那我們去家園看看吧 好那一轉眼間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家園啦 那我們來上二樓 好那我們來到二樓呢 來這裡特地清空了 給各位來做個對比 那是在大型擺設 然後桌子這邊 然後就是在這裡 好 好那第二個家具人是在小型擺設的椅子這邊啊 椅子的最後一個啊 就是這個 好那這個這個沙發呢 長的跟那一張挺像的嘛 就是這一張 那我們也放出來給各位 做一個對比喔 欸其實好像就只是換個顏色的樣子喔 對不對 看起來 啊 哈哈 沒事啊 換個顏色 但右邊很顯然 感覺更高級了啊 來 我們來看看喔 就是這一張桌子 這桌子 然後我們這個桌下 嗯 不愧是限定版喔 這確實是高級的許多啊各位 哇 那這麼說 這一個桌子 嗯 應該也是可以 擺東西上去才對喔 我們來看一下 確實確實 這個就挺正常的啊 都可以 擺一些有的沒的啊 好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分享啦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視頻 又或是直播上再見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